平洞县政府举办安居大社区 好赞认证计划已迈入第六年 今年表扬活动现场十分热闹 包含产业发展 社福医疗 景观营造 社区治安 人文教育 社区环保等六大面向 表现优异的社区 由平洞县长排门安颁发奖牌 总共六个面向 来作为我们在金牌农村 金牌社区的一个重要的引证 每一个都透过我们局处 大家的考核 平洞有四百多个社区 三百六十五个合作社 也都是如此 政府择无旁贷 要来辅导 让我们农村的生命力 我们渔村的创造力 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共生共存 在既在我们社区生活以外 维持我们社区的生态 给发展我们社区的产业 泰武厢万安社区 三年内集满六项认证 拿下奖励金七万元殊荣 部落文化及自然生态资源丰富 除推动部落生态亲旅行外 透过复兴传统送勤柴活动 鼓邀传承集结青年参与 用在地的方式将文化传承给年轻一辈 也陆时在地照顾服务 凝聚社区情感 增进部落居民的向心力 那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是说 让部落有一个就业的一个机制 然后让我们部落的长者 还有学青 有一个学习的一个空间 然后长者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 每一次我们政府单位中央 他们推行的计划 针对这些计划 把我们的梦想放在这个计划里面 然后去推动它 今年共有66个社区发展协会获得好赞认证 屏东每个社区都有各自的特色与故事 期待透过县府的辅导 让更多社区居民一同参与公共事故 让自己的社区越来越赞 部落的族人看到我们有拿好赞认证之后 都觉得说有这样的一个鼓励 大家也在社区也是发挥我们的团队的精神 所以大家也对自己部落的一个荣耀 也非常的愿意付出 我是觉得这个县政府推这个 是给基层的社区很好的鼓励的动作 因为只要你肯为社区付出 肯经营社区的话都不会寂寞 除社区好赞认证 县府也颁发基优辅导社区 基优合作社 及县内第八届国家环境教育奖等 表扬大会共有101个单位获奖 县府期待透过表扬将社区居民 持续努力的成果 展现在社会大众面前 强化社区争取荣耀的动力 规划社区未来目标朝向永续发展 让社区好还要更赞 评论新闻张仁阳正义采访报道